2024年6月20日,法国国会议员即执政党巴黎党部主席希尔万·马亚尔和法国国会议员克莱蒙·伯纳来到位于巴黎中心区的前席火锅,庆祝其正式开业,并与旅法桥界代表举行了一场讨论会。 此次讨论会由法国执政党巴黎党部对外事务书记叶飞燕主持。 在讨论会上,希尔万·马亚尔表示,法国复兴党作为执政党一直关注华裔群体的生活状况,尤其是在当前通胀高企的背景下,更加注重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。 他呼吁华裔选民在即将到来的立法选举中慎重投票,以确保自己的权益得到有效维护。 克雷蒙·伯纳则强调了旅法华侨团结的重要性,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投票,捍卫自己的权益。 他指出,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,才能更好地保障华裔群体的利益。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中,旅法华侨代表们踊跃发言,就移民生活状况、巴黎治安问题以及亚裔群体的融入问题,向两位国会议员提问。 两位议员认真倾听并耐心回答了大家的疑问和关切。 讨论会结束后,大家合影留念,现场气氛热烈而友好。 这次活动不仅加强了法国执政党与旅法华侨的联系,也进一步增进了华裔群体对法国政治和社会事务的了解和参与。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